选举公报挺秋的 这是云林的立委候选人邱良月 自己美工设计 要求印制在证件栏上 证件还有这一项特别显眼 爱情骗子打个叉 爱情的骗子全民反诈骗 其实重点是诈骗 除了诈骗 爱情骗子指的是对手刘建国 因为跟李婉玉的情史 女方不愿意真心换绝情 曾经以宣传车播放爱情的片作 在云林大街小巷播送 刘建国反驳对手 认为证件要成熟一点 让人跌破眼镜的 还有台中市的候选人赫兹华 他的证件是 拥护原配权益从法律下手 主张涉及婚外情者 小三改用乞丐猪 当小三被人家叫成乞丐猪的时候 有些人会很怕被人家叫乞丐猪 因为乞丐猪很难听嘛 然后他就不会再破坏人家的家庭 选举真是一个大舞台 候选人用20万保证金换版面 意想不到的证件 一桩又一桩 新竹市立委候选人 王荣德连续参选九次屡败屡战 他证件发表会打电话给警局报案 说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的主张 桃源市则出现了资深育人参选 70岁的刘尚谦 但出荧幕如今突然投入政坛 还有选举公报上不少引发热议的证件 基隆市的黄杰阳 有一项是刑罚太轻 要增加罚写道德金 新北市的李嘉倩 叫大家不要投给自己 但是拜托赠胆票投给台湾双语 无法挡 台北的朱一祥主张 火锅不能加芋头 咖喱饭不能拌在一起 还有彰化这名候选人 竟然是来求婚的 候选人证件五花八门 选举果真是一场最热闹的舞台秀 TBS新闻综合报道 1月13号 T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三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四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六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八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的评讯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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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BS新闻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